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5月12日 最近收到一些觀眾的投訴 竟然中了這些人的招 被騙子騙了 所以在這裏我想我會每天出版一個這件事 警醒一下大家提醒 其實那些人要冒充不單要冒充我的 是冒充很多香港的所謂的股評人